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大家好 我是您的主播萧然 我们今天关注的故事是 学会欣赏别人 你会更优秀 作者 彩云之月 欣赏是一种水平 欣赏是一种能力 欣赏是一种品质 欣赏也是一种享受 善于欣赏别人 你就不简单 学会欣赏别人 你会更优秀 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 是一种提升 学会容纳别人的缺点 是一种包容 能够欣赏别人 是你智慧和心态的凸显 是你谦逊和诚恳的体现 同时你也因此 更加赢得了 他人的敬重和赞叹 学会欣赏别人 就是要将别人的长处 慢慢地转化为自己的优点 久而久之 你自然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越是优秀的人 越是懂得欣赏别人的品行之险 孔子说 三人行必有我试焉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择其善而行之 学会博彩众长 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学会借别人的光 照亮自己的路 一个人心里有什么 眼里就有什么 心里有阳光 眼里就是晴天 心里有美景 眼里就不会是泥潭 北宋大文学家苏氏 与佛言禅师一起打坐 苏氏开玩笑说 我打坐时用我的天眼 看到大师是一团牛粪 佛言大师说 我打坐时用我的法眼 看到你是如来本体 苏氏回家后得意洋洋地 把这事告诉了妹妹 苏小妹说 哥哥 你说得真是太惨了 你难道不知道 修行的一切外在事物 都是内心的投射吗 你内心是一团牛粪 所以看到的别人 就是一团牛粪 人家内心是如来 所以看到的你 也是如来 可见 你喜欢别人 别人才会喜欢你 你厌恶别人 别人也会讨厌你 你欣赏别人 别人才会欣赏你 你面试别人 别人也会鄙视你 一个人与人为善 就是善待自己 欣赏别人 才会被别人欣赏 盛开的鲜花 会引来赏花的蝴蝶 和彩蜜的蜜蜂 而发臭的瓜果蔬菜 只会招来令人作呕的 迎宠和讨厌的蚊子 彼此互相欣赏的两个人 一定是都在汲取对方的优点 从而双方都越来越优秀 彼此互相厌恶的两个人 一定是都只看到了对方的缺点 从而双方都越来越粗烈 真正的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 绝不是言不由衷 绝不是逢场作戏的假意赞美 而是发自内心 而是表里如一的由衷敬佩 若要真正的欣赏别人的优点 首先自己必须有十分宽阔的胸怀 必须有十分谦逊的态度 而不是看到了别人的优秀就心生极度 甚至给人家使绊子 设障碍 试想对于一个优秀于自己的人 你不欣赏 不取人之长 补给之短 难道对自己会有什么好处吗 学会欣赏别人 要消除极度心 极度就像一团教母 在心理时间长了 就会发酵 膨胀 甚至胀得让人酸溜溜的 甚至会让人心崩溜 喜欢极度的人不会有出息 一个低调谦虚 懂得尊重的人 他眼中的别人 总是光鲜优异 值得学习 一个望自尊大 目空一切的人 他眼中的别人 总是一无是处 不及自己 学会欣赏别人 由衷赞美别人 悦人 有利己 祝愿你在欣赏中不断成长 做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 感谢观看